苏宁这首四楼苏塞拉斯还是有想法的 不然他先苏牛头左边可能就苏塞拉斯了 对 这个非常有想法 他直接先选塞拉斯对面选不了牛头 而自己选了塞拉斯 然后自己再把牛头锁下来 这也不怕对面偷大招 很合理 在BP这方面苏宁这把拿的也是比较完整 有开团 然后其实他的缺点很明显 就是他的 就是上中也 虽然对线能力很强 然后再加上 不是对线能 对拼能力很强 但是他都是进展 苏宁这边则是四个小斧头 四个征服者 带展现了 合理 感觉点燃确实没啥用 主要是RUNK里面你要选那个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OP点击击里面 胜率最高的上单英雄就是塔姆 然后再其次是卡密尔 但是塔姆在RUNK里面打 和在比赛里面打是完全不一样的 RUNK里面打你可能就是单线会非常非常强势 然后你不是特别怕干个 但是比赛里面所有人都会针对你 大家会有沟通 对 而且RUNK大家打上单 也不像比赛打得这么稳健 可能见到塔姆就想上来打你 但其实就是打不过 就感觉是链鱼皮操肉厚的 很好欺负 但其实换着换去 你发现打不过 肉的鸭皮 这塔姆又是不灭 又是Q技能 一直回 真的很头疼 来了 双方都是拦开这边 回合是单开的 而且苏宁下路选择帮打野的话 那应该是下路要被推线了 苏宁是直接整了一个斧头帮 四个小斧头 对 小鹏这边应该是上半区开完 可以吃到下河线 那这把小鹏的佛爷哥 应该挺舒服的 这把是有限权的 中路 血已经能拉到了 这换血虽然是赚的 但是自己补刀 还是没有能力 看一下 扣到 反手一个Q 两边都触发了余阵 但下路 因为TT是没有帮打野先上线的 所以应该可以先抢到一个 好 刚才我没有看清楚 这边安卓其实对线对待挺不错的 他的补刀也是没有落后 他刚是先补完刀再上去消耗的 苏宁下路一击肯定要被推线的 牛头一击非常非常弱 布丁这边开个扫描 再吃一个眼 这把TT下路的对线就 对得很舒服 其实除非硬实力差距特别大 不然下路 一般都是维鲁斯这样的 能力占到优势 是 上路小七把兵线卡在塔面前 而且知道自己家打野往下刷的情况 这个兵线其实对他非常的有利 因为他是个塔姆也不太怕被越塔 想要越塔姆的塔可太难 就卡在这里 在中路方面 就确实赛拉斯这个英雄 他这赛季用的还挺多的 他这个赛季一共是用了六把赛拉斯 赢了四把 其实胜率还挺不错的 小鹏先刷到三级来野区先控个核线 您下路推线中路也推线 这个核线是完全可以控的 这波中路一大波兵进塔 也没有选择去尝试越塔 先控核线 小鹏直接刷完了24刀 再来控个核线28刀 一般这个时候会刷完之后 在对面野区回城 打个占卜花朵 叫对面野区回 公司化 好 插野回了 很细节 这个核线也是刚好烫死 对 不耽误任何时机 上路对拼上面 阿兵一直是攻势 但是换不了多少血 因为小七是皮糙肉厚的 不过这么来了 小七没有带点燃 感觉上路这个对线 确实有点包打了 虚了很多 对 因为他不带点燃的话 阿兵这压制能力会抢很多 一个Q1上来再减一套 要是普通的话 阿兵拼上去 他很有可能怕这个点燃 但现在你带了一个闪 下路有想法 小粉直接走线上来 但是很明显 很明显 奥已经开了一个扫描 再过来 交闪线 这边直接QQ起两个人 这边牛头是拿到了一个一选 这波对苏宁来说 比较可惜的 就是这个人头 没给到盲身 或者都被流失 第一时间 虽然三部帝是交出了闪线 但还是被正名给定住 然后被阿兵 直接Q起两个 这波苏宁下路的配合 其实也配合得非常好 阿兵这边 牛头没有着急的去恶联 而是等到换风的黑枪 先打到定住 再一个闪线 他先等的是泰坦的技能 泰坦控完自己 然后自己再交技能 对 罪名 同比Q 罪名定到 闪线二连定 哇 这个完美控制连 对 这下路配合非常的细腻 CMD动都没有动到 被黑枪定住之后 牛头的闪线二连 接一个敲铃铛 当他吃到 当吃到通比的Q的时候 几乎就已经确认死亡 是 因为他自己是没有带进化 但是通常来说 一般对抗牛头 是不带进化 比较正常 没啥用啊 牛头二连 你进化不掉 他这波抓完之后 TT的下路 得更加小心一点了 TT下路 对 因为幻风这边 其实有一个闪线 接一个黑枪的话 打野来可以硬杀 小风找到一个时间 可以控制一下 这条小龙 小龙应该是有了 下路再次对拼 这边TP过来 这边TP过来 这个赛拉斯 赛拉斯过来 想要去留谁 3MD是没有双招的 1技能 拉到了 3MD应该走不掉了 而且他非常的细节 他是往3MD逃走的 他又是往河道走 小鹏这龙就空不下来了 兄弟 我会记住你的 下 待会可以来干个一波 这波你没有把人带过来 这波如果把人带过来 小鹏心态应该要逢 我觉得前两天比赛的时候 就有人往小龙带 这波再往中赶 夜有点危险 主要包加 Sofen也来了 大招拉 两个大招一起拉 但是这个大招 并没拉到Android Android是拉到了夜 人头上Sofen拿了下来 夜这Q技能 他没有把球的位置放好 并没有拉到这个Android 这两波连续的节奏 感觉对TT来说 有点小崩啊 这波倒板是直接打赢了正板 经济直接领先了2千 你要是唯一的好招 而且还顺路来上路搞小七 小七往右绕 这边Sofen又想来上路 吃粘鱼刺身 小七赶紧跑 还好没有眼看到他 不然这个位置 感觉被粘住也挺危险的 现在在仅仅6分钟中 打出2千块钱的经济差了 闪现Q 追民定到 定两个 勾一下 这边先勾一下牛头 让牛头不能 让牛头不能第一时间二连 但是Angel踢下来这个加速跑得太快了 然后E技能也非常准 Sandy完全跑不掉 3D也懂 他本来想往合道跑 然后一看兄弟在打小龙 我直接往上腰逃走 不给机会 这把TT的下路好像 一直被针对啊 感觉下波还得来 这波想要动上路 想要动下阿兵 小鹏扫下眼 走下去 回廊休息区 没有被发现 但是这个W并没有定住 说实话 这个只要留着E 阿兵E2P还是很难被定住的 而且有点明显了 苏林直接拼了上面的三角草 他是感觉到小鹏在了 阿兵直接在后面等 小西他要想明白一点 他前面这么多兵 他为什么忽然W上了 就是有人啊 对啊 W推线 感觉小鹏 这波很难有机会 抓到阿兵啊 蹲一下蹲一下 主要现在时间快到了 他要保证上路 小气不会出问题 因为这个 先锋这个时机快到了 两边下路都赶过来 TT先到 但是 TT要先动 这个先锋的话 感觉还是挺危险的 3D这波是没有大招的 3D看什么时候能到6 两边下路正在往后赶 看一下 这个位置 安静是偷了一个太难大招 W过来 定 定的是 定的是一个阿兵 阿兵开起一个W 而且 二连连起来 一个情维 已经撒下来 这边是散了很多很多的飞轮 城隆重新把位置给拉开 城隆 换了一波技能 这边是换掉了固定的点燃 以及 换封的一个大招 换掉大招 又是拿到三个人 这波上还不错 但是不顶 然后再配合一个安静 偷过来的太难大招 打出非常高的一个伤害 一个魂 不敢吃 因为不敢吃 是已经直接阵亡了一个Q级囊 早凡是直接收到太难人头 而且年约的这个W 也是被一脚踹断 小西也是直接走不掉了 换封收下这个人头 这个先锋 苏联还是能接着空下来 打完感觉 有点崩掉了呀 确实直接崩盘了 你要是上一把的话 这个位置拉三个 那起码先锋还空下来了 这波 这波拉三个 直接亏了三个人头 对 人没了 先锋也没了 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小西现在在上路 实在太难顶了呀 看怎么回放 其实团战刚开起来的时候 我感觉还不错呀 这个大刀 拉了两个人 但是偷过来的这个泰坦大招 已经牛头这个顶 实在太高了 而且阿斯汀打出了非常高的支出 后续的伤害跟不上了 而且小西下了 大招 这边钉钉到牛头 牛头这边是有二连的 但是想得想不算了 因为前面兵实在太多了 这波小明太多 换锋也不想上 三地 其实比较关键点 是三地刚才团战是没有到六的 维鲁斯如果第一时间 发条大招接上 维鲁斯大招 感觉效果很好 但是没能接上 而且安静这个偷来的泰坦大 效果实在太好 组团打完 感觉TT只能先发育了 三千块钱经济差 在十分钟是完全接受不了 这把烧粉很肥啊 合血了 毕竟二零三 而且发育 离补刀也没受到影响 好了 冰也来了 拍个深渊潜航逃跑 就现在新版塔姆 感觉这个深渊潜航 闪现减 但是自己大招还差一点点 再减一下 再来一段 但伤害好像 够不够 再减一段 差一点点 塔姆就可以反杀 推一口 突出来就可以完成反杀了 突出来再填 哇小鸡在上路 完成了一波反杀 感觉这部阿兵 有点太着急了 这部月塔 他对自己的伤害 有一点点高估了 我感觉 对 主要是他第一时间没有大招 如果他第一时间就有大招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了 而且 主要还是现在 塔姆商是有一块小磨炕的 这块小磨炕 其实挡了不少的伤害 是的 勾下 勾到 勾到是一个牛头 三分过来踢 踢到 这边是直接踢到了一个布丁 请回应您撒下来 效果还很一般 这边三分 可选回一口 在这个中间都是发条 给拿了下来 小鸡变成盲僧 很梦现在 再拉 加发条大招 拉到这 安德 再通过天零下来 安德回一口 自己再拉一个大招 不过人头还是让 这些小磨炕给收掉 这波水龙要不要 直接控下来 这波TT 打死苏宁的中野之后 找到一波很好的机会 这波其实打下来 TT是一个零换三 因为上路完成了单杀 下路也是收掉两个人头 是的 不过 这个先锋 是幻风自己 上一波捡到了 直接放下路 幻风刚才是捡到了 然后一直在自己身上 吃一波大经济 这波感觉幻风挺爽的 但是这波苏宁 有一点点拖大 说什么 我这也是苏宁 平时比较惯用的 非常激进的一个 入侵野区吧 只能说这波 烧粉进去的比较深了 但如果这波打赢的话 感觉这把TT就要结束了 只能说这波TT应对的很好 他两个大招 直接把烧粉控住 如果这波苏宁打赢的话 其实这场比赛就结束了 但是这波TT打赢 又是蓄力大口 这终结人头 一个是让八条吃 一个让活一哥吃 最重要的终结两个点 现在都是收到了大人头的 是的 而且迪迪把他们的第二条小龙 也空了下来 是吧 他们这个阵容 往后拖的话 也是能打的 对 完全有的打 只可惜是上路这个天 小七在上路 完成了一波单杀 如果刚才这一波 如果刚才这一波 阿丁普去对拼 这塔姆应该是一辈子打不过他的 是 小七这边点了一个 跨阔呀 没点护盾猛击 因为我看 一些上单塔姆 一般是点护盾猛击 因为一线 只有一个三秒的CD 可以多次触发 两边上路 再次对拼 但是现在阿兵 是已经有了一个制造者 伤害非常高 哇 阿兵这伤害 直接减半血 阿兵现在肯定好后悔 为什么没有这波对拼 小七这边 没有重伤的话 现在单条打不过了 得有一个小反甲能打 对有反甲是完全可以能可以打 而且刚才这波打完 小鹏身上也是补到了分离者 是的 上一波打完 提提蓄了一大口 总是小鹏来下路这边 想要去动一下 风力双人组吗 多数您双人组 双招都在啊 感觉有点难 想动换风 但是大招被挡 挡住了 开个大招 而且你这个大招 其实有点没道理 感觉就是有人的 给个睁眼 那知道了 小鹏也在附近 大本来了 在这边刚才没有事业 暗要顶的那一瞬间 小鹏是进了草 所以没有事业 也没顶出来 这么不顶感觉 又来了 小鹏又对拼 阿斌这里有点的危险 打招第一段 还有第二段 可以舔晕 看再舔一口 再回一口血 哇小鹏 小鹏再次完成了单杀 来了一个九起帅的 A闪 我那舌头有点 有点长 阿斌在上路 有点的上头啊 对 主要是太高近塔的地方 你跟塔姆单挑 就是会有这种风险 你会被吃到 别人的塔下面去 小鹏在上路 这个单杀 可是让阿斌 有点头疼了呀 现在单线 不一定打得过了 小鹏 选这个看起来 是有所准备的 闪线还是比点燃好呀 对呀 看这波 这三个吃不来了 土道的塔下 再给一个铁 DW顶一下 对 只要这个DW也中了的话 阿斌就要死了 只有一个A仔 其实A就死了 就帅气 那这样一波打下来 上路的经济 已经差了700块 阿斌可有点头疼啊 其实他对线意识都不利 他甚至是压制小鹏打的 就是两波上头吧 他自己送进去了 他太想单杀了呀 但是越想单杀 就越容易被单杀 这两波打下来 只有TT的经济稳住了 没有被持续拉开 对 而且他们都是 C位在拿人头 挺舒服的 勾到 勾一下 牛头是有大招的 牛头开始一个大招 但这边 苏宁要准备打吗 想了想 就让牛头自己撤算 怎么是小七先TP 兵是稳住了这个踢 没有交 但是阿斌库踢的话 这个先锋要掉了 感觉还是得踢下来打呀 感觉苏宁不想放 有没有视野 有没有眼睛可以踢 旁边要去找叶叶 这边交了一个大招 但他还是得踢了一下 踢到了这边 被踢到了一个兵的脸上 要过来切 是直接切到了一个小棚 虽然说双方打 也是完成了一个互换 但是苏宁的血量 是更加好一些的 两边都没打野 踢踢这边 状态不好 想接想接 这波应该是让发条 回家踢出来 还是想打 但发条踢出来 他也是没有大招的 那还是放了 因为布丁这边 血量有点低了 对 而且刚才这一脚踢 骚本端自己阵亡了 但是他是把叶 踢到了人群之中 再来让叶 第一时间上车战斗力 而且叶的大招 是单交给了萌生 是 这波叶感觉也 蛮走运的 在苏宁的人群之中 走 硬是走了出来 不过这波有赚有赔 苏宁是拿先锋 但是自己中塔是掉了 TT我就完全不亏 而且这还是个一塔 这个位置还能蹲一个牛 这是个没有大招的牛 并且这一波先锋 先锋虽然说是拿了 但是这回程时机 有点点奇怪 这小龙可以让 TT拿一个听牌龙 单走踢到正面来 看奥的血量已经下半 这波还要过来 大招 这边威尔斯大招 钉到了骚粉 龙是一拿了下来 人能走几个呢 这边叫做闪现 就叫出了一个大招 但是塔姆能走吗 发了大招 拉到了两个人 拉到一招 但往后撤这边 八条闪现正王 而且鲜鱼也是走不掉了 这波TT是用两个人头 换一条火龙 感觉 我觉得TT还是 就没那么亏 我觉得可以接受 因为这是他们的第三条小龙 他下一波如果拿到听牌龙 他下一波直接拿龙魂的话 有就赢比赛的 对 这一波只要能守住这个二塔 就算成功 安德鲁还要上来 有点危险 被勾了一下 这边是有一个 永创听过三个人 有Q技能 听到了布丁 骚粉一发 Q技能 收到了这位布丁的人头 而且前锋也撞到了二塔 小龙阿兵也是单带掉一个塔 看这波苏林 其实赚到的经济非常的多 虽然说这条小龙是掉了 小龙有想法吗 但是阿兵插了个眼 看到了 没机会 我觉得小龙主要是仔细想念一下 自己应该拼不过 真打不过 对 因为他应该是没有魔抗的 但现在塔姆不一样 塔姆还是有机会可以拼过的 塔姆现在已经用了一个水银鞋 再加上这个反甲 看怎么回放 苏林回程时机比较奇怪 来得比较晚 所以小龙是已经被打掉了 然后这波太短交散线 小鹏交大招 别走 那这个时候叶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是 叶决上来吃了一个维布丝大招 叶 W 别死 感觉叶这边还是太团队了 嗯 还有点想救塔姆 想掩护塔姆的撤退 还是贵宗 海克斯闪 二连 但是被大招给顶掉了 小鹏这里能走吗 这边是躲掉了永双 一起大龙拉到了 发生虽然大招拉了两个人 但是小鹏应该走不掉 安德说到一个大杀特杀 而且还要越塔 杀完叶感觉 呃 大龙还没刷 但是 先等时间 先等兵 图丁能不能救一下 叶这边一个人 牛这看大招 顶塔 小八条 养一养 提提走吗 有个机会 打爆了果实 可以打爆了果实 提走了 这边没人打 我去 这都行 也是选择了一个 非常极限的逃生路线 逃跑鬼才 精产拖跳 看这边上塔 感觉提提还是得让掉啊 上塔 欢欢还是可以推的 毕竟自己飞轮 推得比较快 感觉这几波打下来 提提还是 又开始乱了 他们得稳一稳 你要说资源其实有空 他也有拿 但是感觉就是打得有点怪 对 就刚刚那个情况 其实没有必要 进到河道那边 他们现在被打的话 就会一直被追着打 他们只要是 在这种没有资源的情况下 先守几波塔 建议撤退 先发雨 对 其实提提完全不急啊 他拿了三条小龙 他要是愿意拖的话 急的是苏宁 是 但是感觉提提 就是有一点点 太想扩大优势了 现在 对于他们来说 现在如果愿意拖 等自己装备发雨 后期完全有得打 但如果现在 贸然去跟对面接 这个发雨比较好的 塞拉斯很有可能 可以主宰比赛 塞拉斯也出了两件套 而且感觉 身上应该是有钱的 小七第二剑 直接出了一个大反甲 但换风也不甘示弱 直接在第二剑 选择出到了一个大清雨 多米尼克领主的致意 这把塔姆翻身做主人 二二二 战绩比上一把好了很多 单杀的 要亲手拿回来 不过现在应该 没有办法和塞拉斯打 塞拉斯还是 比较难打 因为主要是这边 小七没有什么魔亢 战绩虽然 塞拉斯 他打不过塞拉斯 塞拉斯也不好杀他 两个人 一个伤害高 一个挺肉 是的 看塔姆这边 想发育的话 一定没人能杀他 安德 安德回家出了一个魔法点 而且 小龙四十秒 也是补刀两件套 回头一勾 没有勾到 大分直接往前逼 这波 苏尼先推中路兵线 安德是等待了野区的 红八附近 安德在绕大后呀 感觉野这边有点危险 这个位置再不走 来了 野被勾到了 涌霜 而且直接被秒掉了 而且正面团 这样才看到了一个小七 小七虽然非常肉 但是兄弟们并没有想要管他 而且布丁这里 好像也是被勾到 自己不是特别好走了 人头让这边阿兵拿了下来 还偷下来的一个 维鲁斯大招 就是空到 反而是这边维鲁斯 正派维鲁斯 又是被扮演到 这边有一个Q技能 第二段 又是一个阿兵 收下人头 那中路带着兵线 22分钟 感觉可以一波 不用拿到龙 可以直接一波结束比赛 苏宁这场也是非常稳健 然后忽然发难 在22分钟 关键龙魂团的一波 苏宁是直接将比赛结束 这边就找了一个 非常好的机会 他的赛拉斯 确实有两把沙子 那么恭喜苏宁 加盛琳确认了 季后赛的 第七名到第九名的位置 那接下来就看 涛博会标记的发挥了 恭喜苏宁 2比0获得比赛胜利 同时TT也要后面继续加油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还有两场比赛要打 这一拳就确实发挥了自己 全部的实力 这两句 安九都非常非常carry 是 他在把几拨绕后改 都挺亮眼 绕了两三拨吧 他说就没有那么好处了 我们来这场比赛的 一个输入情况 这边阿兵在上路 刷了一个爽 虽然被单杀了两次 但是年约还是运用他刷 小齐这把 算是扬尾吐气 完成两次单杀 能单杀阿兵两次 真的可不容易 对 打得还挺不错的 而且这把确实证明了 闪现 也点燃好用 那这一中路方面 安九这把的赛拉斯 当之无愧 我感觉是有拿MVP的潜力的 应该就是他了吧 没什么问题 绕了两拨后 对